那是3月1號 那麼台灣在今天也迎來了經濟防疫的新模式 從今天開始呢 四大狀況之下可以暫時塗製口罩 包含在室內外運動拍照 以及同住家人共乘一車 或者是從事彈劃性的工作 而另外在賣場的部分呢 也不會再要求人流管制 也開放民眾來試吃 至於雙鐵客運 還有國內航班的部分 現在也恢復了車廂裡面來飲食 但是下個月還是要來試這個本土疫情狀況 做滾動式的調整鬆綁措施 一般的早餐然後還有一杯咖啡 秀出熱騰騰的早餐 民眾售價上班 一早匆匆出門 就等著上火車填飽肚子 因為3月1號起防疫鬆綁 雙鐵車廂終於恢復開放飲食 今天是要去花蓮的 三個小時多吧 今天剛好要出財 所以就又剛好可以吃東西 你只不能吃東西 其實是真的要忍著 很不方便 想吃東西不用再忍 飲食開放除了雙鐵之外 包含客運船舶 國內航線都能暫時拿下口罩 前提是一旁乘客口罩 還是要乖乖戴好 邁入3月經濟防疫新模式 現在運動也終於不用 邊流汗邊戴口罩折騰了 不論是內外打球健身 都可以暫時脫下口罩 但在運動場邊休息的時候 只要不是流汗 或是會造成口罩潮湿的狀態 都要戴好戴滿 也要提醒民眾出門走走散步 都不算在運動內 另外其他情形 像是室內外拍照 或是自行開車 車上有同住家人 以及從事談話性的工作 也都可以放寬口罩禁令 來到賣場拿起果汁 左挑右選 但是單看包裝 卻嘗不出味道 不過現在防疫松綁 賣場也不再要求 人流管制開放試吃 但是大多民眾聽到 還是心裡怕怕 因為還是害怕 不要開放比較安全 雖說每個月將會是疫情 滾動檢討調整鬆綁措施 但是民眾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走上病毒流感化的常態 只能做好跟病毒共存的 萬全準備 記者吳正宇 旅蘇宇臺北採訪報導